这是我见过最强的空手套白狼 看懂这个故事 你就知道资本是怎么一步步膨胀的 你想卖苹果 但是只有一百块钱 只够批发一箱苹果 卖了之后 也只能赚五十块钱 正常人的做法 是找更低的批发价 日积月累 能赚更多的差价 再看看天资聪慧的张三是怎么做的 他拿一百块钱批发了一箱苹果 然后找到李斯说 我这一箱苹果能卖一百五十块钱 我现在可以一百块批发价卖给你 可以现在就搬走 或者等一周以后你再搬走 那时候我可以再给你十块钱 李斯盘算 如果一周以后我再来搬走 我不仅有一箱价值一百五十块的苹果 还能再赚十块钱 如果转手一卖 还能赚六十块钱 那何乐而不为吗 对张三而言 他不仅当场收到了李斯的一百块钱 而且苹果还在他这里放着 理论上这一箱苹果已经属于李斯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 于是张三如法炮制 找到了王武 赵六等一百个人都收了一百块钱 张三把这一箱苹果卖了一百回 他有了一万块钱 第二天张三去进货 一万块就能进一百箱苹果 于是张三摇身一变 从小商贩变成了苹果批发商 雪球瞬间滚大一百倍 钱也瞬间翻了好几倍 所以 企业的层级只能在老板的认知空间内震荡 单纯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老板的思维一旦跟不上时代 只会变成时代的炮灰 在商业模式设计中 总结了各个行业的转型盈利的方案和秘诀 系统的帮助传统行业摆布困境 实现逆势增长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立即了解 成大事者不纠结 关注阿泽 分享更多商业模式